国内的疫情呢目前有一点小小的反弹啊 这个局部地区呢出现了一些啊小幅度的新增啊 那北京这边呢前两天也有新增病例啊 那我昨天晚上这边呢啊正好赶上那个地铁晚高峰啊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北京地铁晚高峰啊是什么样的啊 看人多不多啊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人呢还是相当多的 这边是北京地铁的一个反高峰啊 这块呢是10号线的汇禧期间的 那这块就更不用说了啊 大家看这人就知道啊 是13号线的汇禧车站啊 好那朋友们当时是快八点了啊 我坐的是10号线啊 我等了两趟车啊才挤上去啊 大家也看到了人相当的多啊 没办法为了生存啊 跟我是一样的啊 即使啊有新增有疫情也得该出来上班啊 出来上班啊 但是现在大家基本都打疫苗了啊 所以身体呢有一些抗体了 而且呢啊每个人大家可以看到都戴上口罩了啊 这个个人防护工作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啊 所以呢啊 这个相信啊 这个小小的反弹马上就会过去啊 好那朋友们你们家那条地铁晚高峰人多吗 也像这样吗 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留言区留言 咱们相同交流 喜欢这关注格子 关注格子每天都有新鲜事 好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 拜拜